我们看到蓬勃报道说 美国财长叶伦计划在7月初 要访问中国 他要跟中国的新任财长何立峰 来进行第一次的高层经济会谈 波停号比较奇怪 是看似美中关系出现和缓了 在这个时间点却传出说 那么拜登政府计划要对 拟定一项行政命令 就是对华投资的一个限制 所以现在美中关系到底是如何 没错 其实布林肯才刚回来 那感觉上一次的会谈 老实说感觉好像也没有谈成什么 甚至还有一些冲突 所以这一次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跟中国新任的财长何立峰的会面 就让大家十分关注 到底在美中之间 至少在财政上会不会有一些 相互的互动 尤其你刚才所提到的 这一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的一次小组会议 已经拟定 可能会执行一项行政命令 就是针对中国不管是科技相关 或者是私募 或者风险投资相关 可能采取一些限制 我们都很清楚 中国在过去几年当中 虽然有很多的企业 它是强迫要以核资的方式 来做经营 可是它已经陆续开放一些管道 比如说像是特斯拉 特斯拉就是美国独自来做经营 同时间它也大举的开放 美国的一些投行 直接进入到中国 进行相关证券的业务 比如说高盛就是其中一家 在中国具有极大利益的投行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去年年底 高盛这么看好中国市场了吧 但我们至少可以承认的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想要脱钩的意愿 算是蛮明显的 至少在过去几年 它的脱钩是有步调的 从欧巴马时期刚开始发现 到川普开始比较激烈的抗争 一直到拜登时期 他是联合整个团结联盟 来尝试对中国来进行 有效的阻贺以及前世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得出来 美方他是有主动脱钩的意愿 脱钩的目的在于 让你无法弯道超车 我们都很清楚 中国政策 以前过去有一个双超政策 先抄袭再超越你 抄袭的唯一的要点 就是一定要在你后面 比如说跟在你后面走 你在前面左拐的话 我就跟着你左拐 这样可以确保我不会走错路 现在问题就在于 美方把后面的红绿灯 给拔掉了 你不能再跟着我的车了 所以未来我是左拐还是右拐 在科技领域的部分 你已经追不到 你已经失去它的技术的源头 美方的利益是这样的 中方的利益 中方的利益就完全 就不是要脱钩了 我们讲说脱钩的反应词 并不是要亲近 脱钩的反应词 是让你无法脱钩 简单来讲 你刚才看到 我们调到的特斯拉 或者高盛 都是中国主动的 把美国企业 进行中国经济的捆绑 或者说苹果的设厂 让你无法离开 整个中国经济体 所以值得观察的要点 是两任财长 他肯定会针对美国公债 以及在过去两年到三年 大量的人民币 因为贬值 人民币最近破七了 而且贬值加盟 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人行是不断的抛售美债 有没有可能双方达成某种默契 来帮助美债的价格 能够重新指纹 你看美债过去两年跌那么多 为什么 第一是利率再生 第二全球市场都在抛售美债 其中最大的一个抛售者之一 就是中国市场 中国为什么要抛售美债 他不一定是完全为了要去美元化 很有可能是因为人民币一直扁 人民币一直扁 他没办法 他为了要稳会 只好抛售美债来买人民币 但至少我们可以观察到 财政部长肯定会针对美债的问题 还有金融监管的问题 来做一个更多的思考点 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真正让美国比较焦虑的 是中国的GDP 如果按照过往几年的增长力度来看的话 2030年应该就可以达成完全的平衡 那其实时间线已经很短了 基本上就是五年到十年以内了 你看到在前几年 2000年 2000年 五年 大概中国的总GDP 占据在美国大概就十分之一不到 可是在2015年已经达到一半 在2020年已经达到了三分之后 所以他超越他 因为毕竟人口数比较多 可能是迟早的事情 这也是美国为什么在近年来 把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最大的敌人 19年以前最大的敌人是俄罗斯 但中国现在已经比俄罗斯的威胁 还要来得大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方向 但是到底会具体怎么影响到 实资资本的移动 光是政府间之间的谈判或者信任 它基本上是无法主导到 你最终要看 外资怎么看待你们之间 美中的进额的关系 我们看得很清楚 其实在过去几年间 外资针对整个中国资产的策利 已经算是蛮显著的 所以美国想脱购 欧洲也是吗 欧洲最近也有这种感觉 本来美国在跟中国的贸易 稍微比较冷淡之后 中欧之间的交易贸易量 其实是有显著上升的 但是在最近 中国欧盟商会6月21号 所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 由于中国经济疫情之后 复苏是法力的 加上一些反借铁法等等相关原因 导致很多的外国公司 对中国市场 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有一些信心的上市 那我们基本上 直接从数据图来看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外资到底现在是怎么看待中国市场的 我们都很清楚 未来全球要复苏 中国市场 股市或者说整体经济状况一定会好 它还是最大的终端的出口国 所以未来复苏的话 中国经济一定会好 但问题在于 你复苏你经济好 有代表我会把大量资金投入在你本国本土 我们去从FDI 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来做观察 那你可以观察到有趣的现象 红色线是中国市场的外资之间的流入 那么橘色线是亚洲市场 但是不包含中国 我们先看一下亚太地区的部分 从2021年以后 老实说中国的FDI 它就在一个显著的下行格局 那问题来了 你说20年到21年是因为疫情 大家的资金突然断掉了 可以理解当时亚洲地区 也有非常显著的下滑 但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最近流行中国加恩 就是除了中国还要多设立其他场序 亚洲地区已经开始有显著的上升 开始往上 中国地区还在下滑 这就说明外资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 你仍然是全球非常重要的经济制造大国 但是不代表我会把大量的资金 投入在中国市场 所以这个趋势老实说 它也不是一年两年之间的事情 但至少从亚洲资金的流入 中国资金的流出 看得出来 全部的外资 针对整个亚洲的战略 其实产生新一轮的布局 也就是中国加一 中国加一 中国加二 中国加三 加到一定程度之后 才会考虑完全脱钩的问题 不过我们说到欧洲 跟美国 都希望跟中国大陆 要脱钩 不过真的有可能做得到吗 尤其是AI的部分 现在也被视为是美中之间的下一个战场 AI现在席卷全球各个产业 可以取代的工作可以说是越来越多 甚至对媒体都造成了影响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